文化部六月份发放的成年礼金 一共一千两百点的文化币 可以拿来买书 看国片 还有看表演活动等等 原本是提供给18岁到21岁的青少年使用 但是今天行政院长陈建仁最新宣布 从明年开始要扩大成为 16岁到22岁都能够领取 新疆院长陈建仁参访台北市第一化商圈 不少文创店家都贴上贴纸 标明可以使用文化币 也就是文化部六月份发放给 18到21岁青年的一千两百点成年礼金 院长也当场宣布 明年起要扩大发放范围 那个部长说这样没搞 要为16岁开始到17岁了 省下年度的预算 大家都觉得说确实 所以跟部长讲 你的愿望有达成 政院拍板2024开始 能领取文化币的年龄 扩大为16岁到22岁 社会人数也将从100万人增加到150万 也就是说2008年以后出生的民众 一生可以领到七次文化币 在我买参考书的时候 帮我省下一点费用 或者是可以去看一些戏 做一些文化活动 可以再扩大一点 我可能会拿去买书之类的 这笔文化成年礼金可以用来买书 看国片跟表演活动 全台有超过1万个亿文消费点 年轻人希望能陆续扩大使用范围 店家也看好业绩能联动成长 这一次的文化币 我们上天就有三十几家 预估大概会增长两到三成以上 截至目前文化币抵用金额 已经超过2.86亿 选前扩大发放范围 民众笑嘻嘻抓住年轻人的心 接下来 张宏林明州台北采访报道